今年6月反送中示威以来 香港街头警民冲突不断 台湾知名音乐制作人柯志豪跟董事长乐团主唱 在6月结合将近20位台港歌手 录制香港歌曲《撑》之后 现在又有新动作 这回他们向台湾音乐圈邀歌 创作8首歌来制作合集 预计要在17号开演唱会意卖 用歌声来声援香港 台湾香港音乐圈大串联 共同创作为香港打气的歌曲称 三金音乐制作人柯志豪 香港歌手何韵诗 灭火器董事长乐团 今年6月共同现身录制 春插了国语跟粤语 还有反送中的纪录片段 昨天香港其实已经变成一个战场了 我们在台湾到底能支撑他们多少 其实我们也尽量要去做 从今年6月香港反送中示威开始 几名冲突不断 对峙抗争 成为香港人的日常 为了支持香港除了创作歌曲之外 柯志豪跟董事长乐团主唱 吴永吉更向音乐圈邀歌 制作合集一共8首音乐 用不同的歌声 让五种语言唱出守护自由民主价值 想说能不能解挤大家音乐人的力量 做一张合集 要发表让更多人可以看到 那我们就开始筹备这个音乐会 17号在自由广场演唱会上 将意卖专辑所得全数拿来帮助香港 当天押轴还将与民众大合唱 愿荣光归香港全力相庭 记得台北做客不得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